希臘的建築書 各位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希臘的建築書 那我們上一講裡面有談了一些希臘的帕德嫞神廟 那我想今天碰到了一個 我看了Dimitri Picole Onis 這個先生鋪的這個帕德嫞 帕德嫞神廟的那個到一個山丘到那裡去的所有的步道 我看的是非常感動 所以我今天的題目就是說 這個Dimitri Picole Onis 他是雅典洞人的地景設計 其實這個建築書也設計了很多的 不是說很多啦 也有將近10棟的其他的建築物 那這不是我的重點 我們今天主要要跟各位談這個帕德嫞的步道的設計 那你會覺得說 步道的設計有什麼了不起呢 各位看一看我們現在的 我們上個月有講過這個 今年的德國的這個文件設計展 有弄一個將禁書把它擺成這個帕德嫞 各位看看一九 有一本書叫做1945年以後的雕塑 你看一看這個1945年以後的雕塑 再看這個 這個希臘的這個步道 我會感覺說那個才是大藝術 那現在這些雕塑都是小藝術 包括住民的這個地景的設計 包括這個海邊的地景的這些設計 我覺得都不如Dimitri這麼令人感動 各位看看這個是1945年以後 1980年左右的一個在博物館裡面 你看就把這個步道弄成這樣子 這樣就是一個作品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可能是 這一個作品可能是百倍的長度 而且它每一個步道的設計 都是非常用心的 用大理石 在這個四重裡面弄一些 這個步道是我們對面的台灣大寫的一個步道 這個照片看起來好像還可以 其實是很單調的一個 很單調的一個 各位這張圖的話是 是希臘的北部的一個小城市 那這些城市都是沒有經過 專業的建築師設計出來的 形成的一個鄉鎮 所以這個 這所謂的沒有建築師設計出來的 有味道的東西 會讓這些建築師感動 而且從當中要學習 那這個給Dimitri很大的學習 那各位看一看的話 我們現在是在看這個帕德任神廟 各位看這裡 這些東西的話就是所謂的步道 這個 這個 框起來的 這個有一點反射出來的東西 就是 這是有鋪石板的 鋪大理石板的一些步道 這些 各位可以看一看 這個 那這個底下有一個 一個紀念 九層紀念 這裡面 它在這邊做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 停止 然後這個 幾公里的路 就把它鋪起來 我個人是感覺 感覺很 很令人感動 各位我們看這一張 看這一張圖的話 你看這個 那個鋪面 路的鋪面是這樣子 各位看右邊的這張圖 你看各位 其實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多樣化的 那我個人是認為這個是經過設計的 那他們是在這個 這個小山丘上 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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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子 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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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連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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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山丘到這個 Lauren maker 都是淋土或都是建造的 所以說各位看那個山丘叫做 Vidopapo Heos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謬師啊 謬師女神的這個山丘 那各位可以在Google的地圖裡面找到 它這個Vidopapo Heos 跟那個衛城的這個東西 相對的位置各位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想這個是他們建築專領的步驟的研究 各位那這是幾個樣子 他們從那個山丘裡面看過去 這個帕德嫩 各位那個右邊的這張圖的後面就是帕德嫩 那這裡的話就是它的步驟 它沿途的弄的這個步驟 一直到連接著這個帕德嫩 這看左邊的 左邊的話這個就是 就是實際上的地面 給各位看一下 它兩邊的話都會有樹或是草 各位可以看出來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是盤旋的步驟 各位到山門 山門底下 各位我們上個月有講這個帕德嫩的話 就是山門 斜坡上去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個步驟的設計 石 鋪石步驟的設計 這個在適應底下把這個石頭就擺在這邊的話 這個也可以都當踏板 這個階梯的踏板等等 這個是這個Dimitri在1951年到1957年 你看他花了六年的時間 從謬師山莊通往帕德嫩的這個東西 各位看一下這個底下的鋪石的pattern 像這樣 這樣都是從自然的紋路裡面 來呈現它抽象的這個設計 各位它那個有時候石板路的話是架高起來的 你看這個都是一些神話的洛伯 他們創立了美術刊物 那把西西亞建成的神話 各位這個雅典納弄一個劍 這個是衛城 那這個這是衛城裡面很重要的雅典的一個就是 就是蛇啦 這個蛇是一種生命力 這是雅典納弄一個代表他的活力的一種東西 所以這是他的Dimitri畫的他的衛城 跟一些神話故事的插圖 他們創自1935年跟到37年之間 創辦了一個美術刊物就是第三眼 我們人類的兩隻眼裡面 他有一個美術的第三眼 可以看中間的地方 他們對ポークレイ有做了很多的這個設計 那這是他們的美術刊物的簡單的介紹一下 底下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Dimitri的一些關於民屋以及學校的一些設計 各位看一看這是關於一個民宅的設計 各位看那個牆面上的東西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跟那個石板路有點類似的東西 那這個是在這個希臘的一個學校 那各位可以看一看那個有點類似像 剛剛的石板路他在這個東西應用到很多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看在這裡 這裡的話看的最明顯 右邊這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看在這裡 各位這個Pavillion 可以演跟這個 跟衛城的帕德蘭搖搖的這個 這個對立 這裡的後面就是有一棟他們的天堡 這是他的1951到57年的一個重要的 那這個是在另外一個地方的邪校 小邪校的東西 那這個是超廠、遊戲廠 那這個是邪校的這些 這些都我們的重點是Pavillion的普世道 那各位你看那個邪校裡面的這個 都是用當地的木材做著這個有點山門的樣子 你看這些木材 這個有點像日本的他們對木材的處理 以及這個學校裡面的這個石板路是怎麼樣的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是Dimitri的 那Dimitri的示意圖 畫了這個山丘、雅典的東西 他設計了另外的這個住宅跟一個會守 這個給 這個後面的話我想就是 我們就簡單就給各位看一看 他也做了一個博物館、美術館 那這個也是美術館 這個是 這個Dimitri這個 我們今天主要的是那個山丘到帕德任神廟 山下的所有的大理石的鋪路的設計 當然他這個寵師山丘上面的這個神廟跟這個 跟這個良庭的設計 所謂的良庭就是空間的東西 可以遙遙的跟帕德任對望的這個東西 那這是希臘的一個建築師 他購事以後 他們希臘的就在英國的建築師購會裡面出版的這一本 那這個各位的話 這個台灣大學也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這個是很大面積的 我們把它弄成這種樹鳥大面積的這個東西 把它弄成投影片的話 就有點變成味道都就是縮小很多 那用這個大的尺寸的來畫畫的話 會感覺說很有力量 我們今天關於這個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